各位早晨,歡迎收看一節天氣 我是蔡子純 香港今天天氣不錯 不過原來昨晚局部地區有些趙雨 在新界西北和大嶼山的部分地區 都錄得幾毫米的雨量 不過今早由中環望出維港兩岸 見到天上的雲亮都幾薄 陽光已經不錯 原來一個高空反氣船 正是為南海北部和中國東南部 帶來一些普遍晴朗的天氣 至於氣溫方面 去到今早的七點多鐘 很多地方已經有二十九度左右 預計香港今天天氣都幾熱 預計今天的天氣將會是大致天晴和酷熱 不過會有一兩陣的趙雨 最高氣溫會上升到三十三度 會吹著和緩的西南風 提提大家 今天除了酷熱天氣警告繼續生效之外 預計今天最高的紫外線指數會有十二 強度是屬於極高 大家如果需要長時間戶外逗留 記著要小心曬襯和中暑 預計高空反氣船 接下來幾天都會繼續支配我們 所以今個禮拜剩下的時間 都會持續酷熱 局部地區會有趙雨 今次明天說到這裡 下次再見